彰化区立委联合县议员举办播放纪录片活动 竟然接获恐吓性 对方疑似不满纪录片的内容 是在揭露中国大陆地区强摘火人器官 要求明带在指定的时间内删除相关活动讯息 否则将会在服务处跟县议会放置炸弹 对此辖区警方已经全面清查 确认没有爆裂物 也将深入追查寄贱人的身份 由于彰化市区没有电影院 县议员连同立委商界场地举办 国有器官纪录片播映活动 没想到议员27号就陆续接获恐吓讯息 立委因为他现在刚好立法院去南部考察 我在跟他联系上 也在赶快求证这件事情上 疑似不满纪录片内容 是在揭露中国大陆地区强摘火人器官 恐吓器中强调 已经放了多颗爆炸物 如果不在指定时间内删除纪录片的播映讯息 就会被炸上天 在台湾这么民族自由的国家 还有这种状况 我觉得是太靈活了 网路上的言论是很自由的 但是我觉得有心人士 实在是不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狭续警方获报 包含服务处县议会 以及播音会举办地点 通通仔细清查 确认都没有爆裂物 国内有多处的电影院及媒体 均有接获到类似的一个炸弹邮件讯息 目前活动确定会如期举行 警方也加派人力 除了确保人员的安全 同时也会展开稽查 要尽快揪出 祭出恐吓性的藏进人 今天帮忙好中华报道